字幕志祺 好 我們今天要請志祺來談一下你自己在做YouTube 當YouTuber的一些心得 那首先可不可以先跟我們介紹一下志祺七七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YouTube 志祺七七是一個每週七天每個七點每次七分鐘 我不用七分鐘的時間跟大家聊聊 生活上面各式各樣比較重要的一些或有趣的生活議題 所以它是大概一次會錄很多集嗎 還是每天都要錄一集 我們大概一個禮拜大概錄個三次到四次左右 但不一定 就是然後一次我們基本上會錄到三集 所以你一次就是有三個腳本也好 對對對 我們其實現在也囤了非常多的腳本 我們現在可能囤的腳本有個十幾二行程這樣子 OK OK 所以大部分就是可能比較沒有時消性的 對 那些就是沒時消性的 或者是有時候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個議題 它並不會是 事實上沒有那麼多情節事 我們來講 所以例如說今天發生的可能是NCC假新聞事件 但其實這件事情已經醞釀很久了 所以我們會先針對假新聞事件也好 到時候可能我們畫個切入點 或裡面修一修 它就突然變成時事就可以上上去 所以我們才可以做到可能每一日雙根這樣子 怎麼樣能夠鎖個死死做到七分鐘 七分鐘喔 第一個事情是你要對你的字數控制很 你的講話速度控制很敏感 然後第二個是字數控制 所以我們像 我們所有的腳本就是只會卡在 2154到2200這個之間 OK 我們就是卡這樣的曲子 OK 所以我就知道我唸完大概就會落在六分五十 那六分五十然後再上最後的一些 雜雜雜雜八的東西 那就會卡很好卡在一起 在這140幾集當中 有沒有哪些影片上的印象特別深刻的 印象特別深刻的 印象特別深刻的 有分很訝異的 然後跟覺得這個內容很好 例如說像是 小玉世界可能算是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紅的影片 就是我在講說 小玉她被別人遭到跟蹤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去想這些事情 像那個就是 當天晚上發生 我看到凌晨PO了這個影片 然後我就馬上跟人家講說 我覺得我想要寫 然後跟住家討論一下之後 我就當天凌晨 我寫到可能12點到2點我把搞寫完 隔天早上我來 隔天早上我再 就是休一休 下午錄影然後馬上剪 然後大陸就上這樣子 所以大家會覺得怎麼這麼快 對 然後這個東西 讓我們第一次 真的觸及到了很多大眾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比較意外的是 我們在講教育的影片 像是第八節課 我們其實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有一群人很關注教育 然後尤其是在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上第八節課的時候 然後大家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可以不用上 然後就有一群 你知道這國高中生 大家真的很生氣 然後在分享說自己 被荼毒的經驗 那個東西讓我意識到說 其實今天你要 然後在Youtube上面 你真的不一定要選一個 即時報的東西 其實你選一個好的關鍵字 它也會一直被傳染出去 然後此外還有就是 前陣子我發現我們在 聲童這個關鍵詞 竟然獎下了 獎下了第一名 然後而且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不認識的書商 就是記性怪來說 就是可不可以合作 聲童相關的書籍 我想說到底在幹嘛 不會 所以就是 那就是因為你個人的關係 就是因為 對…個人 因為我有打 我有做一集在講神通 對 然後那個影片竟然在 你看我們也才做個三四個月 它竟然就會變成 關鍵字的第一名 對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OK 你覺得跟你自己 真人 你覺得有差別嗎 我覺得還是有差別啊 變得比較聰明啊 我現實都沒有那麼聰明 我現實都真的沒有那麼聰明 但 我覺得我每次看腳本 因為這是有一群企劃 協力我們大家一起做的 OK 所以我每次在看這個腳本的時候 我說啊 我今天好像又比昨天聰明 還在看 還在那邊讀 然後改那個腳本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是比 我現實的時候 我怎麼在聰明 對 你自己覺得這一百四十幾集拍下來 你覺得你自己有什麼進步 除了變瘦子 OK 我覺得 我覺得 這當然是其實最多的 但我覺得最大的還是 講話變得比較自然吧 然後我現在看稿的方式有改變 所以會比較順暢一點 然後我會開始加一些 一般講話的時候 會有很多熔顏醉漬 對 可是我在讀稿的時候不會 所以我會自然的 在裡面插入一些熔顏醉漬 讓它看起來 比較像我在跟你聊天 對 然後我覺得肢體表演 變得比較俐落一些 過去我可能動太少 但 或者是動太多 但 現在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拿一個定點 我要做怎麼樣動 然後 自己的進步 我覺得反而是 跟觀眾互動的方式其實有進步 因為我會跟他們留言 或是他們可能會追蹤到我們IG 然後我就會在IG上面跟他們聊天 做一些互動 我覺得這都是 一開始完全不會一起的 那你覺得 這 這個很漫長 我覺得140幾集 包括這麼多理晴 對 那你覺得 怎麼樣維持 能夠這樣一直持續做下去 這真的是很難 我常常晚上在那邊懷疑人生 而且有時候 尤其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挫折 我們就是自己 要讓他在這個社群上發生 這是一些解釋 所以 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氣 然後在你做完的東西 可能又沒有什麼看 那時候我覺得 我通常還是會回到目標 就是我今天 剛剛講到的 我想要讓大家可以每日更新 看到一個時事的討論 這件事情 這個目標 對現在的我來講 還這麼重要 然後我幾次評估 我都覺得還是很重要 那我就會覺得說 現在我在面臨到的這些頭 基本上是一個 我該承受的 因為你要把任何一件事情做好 本來就很辛苦 所以我tank他 那就沒什麼好說的 我就繼續做下去 對 但只能要鼓勵同時 因為畢竟其實 這是公司內一個 一個花圈 對 然後那怎麼樣 激勵你的團隊 不要一起懷疑人生 我一個人懷疑就好了 我覺得就是要 我覺得要明顯的回饋 我覺得任何人都一樣 為什麼 比如說遊戲電話會這麼 引起全世界人們的關注 就是因為他的回饋很及時 那像任天堂也說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回饋 你在裡面做什麼東西 你都要得到回饋 所以今天是他們付出的這個 他們會感到疲累 就是他們今天協助的這個腳本 他們沒有得到 他們英勇的回饋 他們可能在他們的認知中 這個回饋是觀看書 這個東西是留回的書 那我們就要去協助他們 去擴展這個回饋的視野 今天可能不是觀看書 今天可能不是留回的書 今天可能是你這個影片造成的影響 或者是我們把數據拉出來 你過去寫的東西 它的公開率就只有40% 現在已經變成到60幾% 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回饋 所以是要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還有這麼多看不到的回饋正在發生 他們才有前進下去 從 consomm車感想不算 到處定 therapeutic 是一般的回饋平 吧 sta fragrance